實際一到特戰傘兵奮湧 跳出機艙 一陣天旋地轉 主傘順利展開 檢查傘 注意失蹤 尋找操縱傘 尋找燕幕 高空之中一片寧靜 大地景色一覽無遺 前方的隊友緩緩接近天際線 這就是特戰傘兵的專屬視角 每次任務能夠圓滿達成 幕後工程就是保傘聯弟兄 要檢查他有沒有鬆脫 是否牢固 每個傘面 每個扣環 保傘聯弟兄都要仔細查看 因為一頂傘就是一條命 折傘流程可以分為幾個步驟 首先將35尺的傘距攤開 初步檢查有無破損及會晤 再將傘距平折來回翻動 檢查傘衣有無回夾狀況 第三個步驟是曲折 將傘衣仔細折入傘包 接著將傘繩盤截封閉外包 最後保傘員會簽名以示負責 日前特戰傘兵意外墜地重傷 各界把矛頭指向保傘聯 軍方公開折傘流程力挺到底 所有傘去整折 都在監視的範圍內 我們也把當時5月7號 我們這個整折議員 整折的狀況做一個回顧 還有簽收 都是符合程序的 昨天有看到 我們弟兄掉下了眼淚 爸爸也掉下了眼淚 他說這個眼淚不是難過 而是高興 最低重傷的情境傘兵 奇蹟似的復原良好 軍方掛保證 保傘員沒失職 難道問題出在傘聚老舊 今天所謂保傘 他們已經規定說 你使用很多刀印的次數 或說有什麼狀況 他們就予以更換 特戰傘兵任務性質特殊 訓練過程高風險 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才會導致弟兄摔成重傷 詳細原因 軍方跟檢調還在釐清 記得黃明驅顧上軍屏東報導